收到信息那一刻 不如我捐吧 其实都已经是一个决心 叶杰霞 Cynthia 得致丈夫的前上司 胡文明校长 幻想急性干衰竭 决定捐干救人 终然她自觉是一个小女子 但她怎样完成 这么大的任务 当中又怎样经历到 上帝的恩典呢 小女子大任务